深圳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接下来有位来自瑞士的大厨 邀请我去吃一顿法餐 我们把鸽子的肉和蘑菇 还有蘸上一些土豆泥的酱混合在一起 会有一种肉的脆脆的质感 然后鸽子呢就是很多汁 然后会区别于我们广东的烤乳鸽 就是它会更软然后更多汁一些 如果您不介意 我会邀请您来到这个厨房 哦,什么厉害 它很冷 看看它味道像它应该是我的教授 是的 所以享受 嗯 嗯 客户的味道是如何改变的? 客户的味道是如何改变的? 我告诉你,我第一次在深圳是10年前 然后10年之后,我们又来回来 当然,有些讨厌的餐厅 但是有不同类型的食材也有 有RobotaYaki,YakiTori, TerryYaki来到的地方 所以得次在亲自的味道更改变 you know,有更多重的食物сте 贵open站和便已经很多不同东西 江南orsan Radio 所以我的店哨师有更大则 不咬十年前 c Amazon 对于现时以前的现象 削部, τull富是 openly多的 俯瞰深圳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被不断刷新 从国豹大厦 帝王大厦 京畿一百再到平安中心 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同国发展的生命力 也许不了解的是深圳人除了走在对外开放的超头 也保留了很多传统的一面 把原本属于街坊邻里的早茶搬进了这些高楼大厦里 我决定带Rito来这里体验一下 这家里有早上茶 我们有茶和美味的食物 我喜欢的 我们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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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看 MATI 就是哪里 一中兩件 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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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宗兩件 販西街 販西街 她剛說我們是 Chinese people 我們有很多朋友 所以有時有些早上茶 我們討論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家庭 我們和我們享受的生活 我們有杜格的食物 我們有杜格的食物 这是韩国文化的文化 对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对 我认为你 要照顾你的韩国文化 对 我认为 深圳海纳百川有着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美食 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 正典致着生机盎然的烟火故事 一提到鹅肝大家想到的都是法餐里的大餐 但是呢 有一位来自我们深圳的大厨 他居然获得了法国大餐烹饪的金奖 据说是用单层茶叶烹饪的冰激凌口感的鹅肝 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詹师傅 您是在忙活着呢吧 对对对 这个鱼啊 特别的金黄鱼料 这是因为卤水的关系是吗 对 调配我们的卤水 对 调配我们才能出到它一个颜色 这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卤料包 那个这么少要包那个 你建议我最开始先从哪个位置吃 我们可以从肉先吃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先吃原味 如果是觉得味道不够了 我们再沾个卤水 那我先吃个原味 对 先吃原味 我早就想尝这个 对 它鹅蒸的口感会比较爽脆 对 鱼蒸我觉得得蘸点 对 我叫鲁汁 从刚开始的一个做鲁额 然后再转入到我们的朝鲜菜 那会中间会有一些迭代跟一些变革 现在最近还说我要黄金啊 我要享受 对 我要享受你们家的服务 深圳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嘛 所以给到咱们一些机会啊 或者是机遇 可以说是特别多 看你自己能不能抓得住 湛师傅 你说当年在华强北做过这个猪脚饭 不知道以前你是怎么样的工作环境 有时间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吗 好啊 湛师傅 这儿华强北好多人啊 是啊 这边华强北一直都是 一整天忙忙碌碌碌的 一直到早上都忙到晚上 这边都是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这边带你去吃一个 我们一个家店小吃 农店猪脚 好吧 走 走 每到一个猪脚店都会有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糯糯的皮 一口糯糯的皮 都是椒盐蛋白 好吃 现在每个猪脚店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卖的最好 卖的最快 好软哦 刚开始踏入这一行的时候 应该到现在要有十七八年了 刚开始的话是做的是我们老家的农间猪手 当时的猪脚饭是特别的多家 但是在华强北的一个山泉里面就有十几家 当时的每一家的生意都是很可怕 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颠峰期吧 那个时候一天大概能做到四百多斤的一个猪脚 从早上一个七点多到八点 一直忙到往上十二点才收到 就是生活的节奏快嘛 大家都是要赶时间 第一个我要快 第一个我要好吃 第三个我要吃饱 十年前我的大女儿那时候才两岁 然后我的大儿子才刚刚出生 那我感觉是生活压力也会有点大 得不断的去努力 改善我自己的小家庭 这些年我感觉我的小家庭生活会越来越好了 深圳这个城市发展的也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好 最起码现在大家吃饭了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我想我以后的小孩呢 也会喜欢这个城市 也会比我们现在过得更好 耶